苗栗的新东大桥是苗栗县第一座夜间亮化桥梁 原本由上千颗的LED灯点缀成五彩变换光影成为著名的地标 但因为高空灯具毁坏不易修复 在108年熄灯 时隔将近四年在情人节前夕再度亮起了 虽然只是厂商重新试灯 不过仍旧让民众感受到温暖浪漫的气氛 从空中鸟看 苗栗市新东大桥这两座金字塔形的钢篮 在五彩缤纷的LED灯光点缀之下 美轮美奂地闪耀着 成为苗栗最亮眼的地标 不过这座绚丽的桥梁却在108年7月 因为灯具损坏 修缮费用过于庞大 无奈熄灯 直到今年情人节前夕 突然重新点亮让民众惊艳 我很期待它可以有更新的东西 让我们苗栗有不一样的阶级 虽然只是厂商第一次试灯 可是眼尖的在地乡亲 立刻感受到光芒四射 甚至有人说这简直是苗栗的爱菲尔铁塔 而且以往LED灯沿着高空钢篮铺设 很难维修成本又高 所以这次买的新式灯具 改采地面光影投射的方式 方便维修也增添温馨的氛围 由于桥体临近国道一号 很多苗栗人一看到新东大桥 就有回到家了的感觉 苗栗县政府还要在桥侧加装灯光 让整座桥梁光影效果更加丰富 预计三月底可以全部完成 并且举办点灯仪式 重磅回归的新地标 让游子返乡的路更明亮 借张欣杰苗栗报道